大家好,歡迎來到傻拖傻拖之奇案實錄 我是小A 我是小豆 1980年代有一宗人肉叉燒包案轟動澳門和香港 當時令很多人一聽到叉燒包就很害怕 不過原來在那段時間,新加坡也發生了一宗差不多的案件 當時還有傳聞說有人真的吃了混入人肉的食物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說說這宗在新加坡非常出名的人肉咖喱飯案 新加坡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當地華人佔大多數 而馬拉人和印度人都佔一個不小的比例 除此之外,新加坡更出名治安好 他們有很嚴格的法律和完善的監控制度 所以罪案率一向都很低 新加坡政府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還安插善人在全國各地 無時無刻幫忙監控著國民 1987年1月9日 刑事偵查局特別罪案調查組探員 阿拉馬來收到善人的電話 說三年前在烏捷路的一間教堂 有個叫金樂武都的男人被謀殺 阿拉馬來聽到這件事之後半信半疑 因為新加坡治安這麼好 沒理由會發生了這麼令人震驚的事 但警方竟然完全不知情 不過這個善人和警方合作了很久 他一向給的資料都很可靠 而且他不僅說到案發日期和地點 就連受害人的名字都說得出 令阿拉馬來覺得他不像說謊 不過這件事隔了這麼久 所有證物都應該沒有了 即使要查都不知道可以怎樣查 於是他唯有由善人提供的名字 金樂武都開始查起 38歲的金樂武都是一個印度裔男人 他大大隻隻 性格暴躁 很喜歡喝酒 因為和家人吵架 在印度沒辦法找到工作 於是唯有自己一個人去新加坡運工 他在新加坡公用事務局的度假營造漢奸 之後認識了一個同樣是印度裔的女人 拉美雅斯 他們結婚還生了三個小朋友 警方去到金樂武都工作的地方調查 根據營地的記錄 在1984年12月12日 金樂武都不知為何沒來上班 於是那些同事打到金樂武都家找他 但拉美雅斯說他昨天已經出發了 去馬來西亞雲頂度假 那些同事聽到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金樂武都雖然性格暴躁 但他很有交代 對自己的工作很負責 沒理由會無故缺勤 而且他早已申請了21號會放假 到底有什麼事這麼急令他突然提前放假呢 那些同事都有這樣的疑問 但因為當時通訊不方便 他們只可以多打幾次去金樂武都的家 看看他回來了沒有 可惜每次都在拉美雅斯聽電話 而且都說他還沒回來 直到12月18日 拉美雅斯去警署報案 他跟警方說老公12號去了雲頂度假 之後就沒再回來 雲頂是馬來西亞一個很出名的娛樂城 那裡有酒店、遊樂場、商場 而對新加坡人來說那裡還是一個賭場 因為新加坡沒有賭場 如果他們想賭錢的話 最方便是開幾個鐘車去雲頂試一下手氣 通常去賭錢都是輸多贏少 有些人賭到輸了本金 甚至借到周身債到最後走投無路 萬念俱灰的情況下 選擇在當地了結自己生命 於是令雲頂傳出很多靈異傳聞 如果你們有興趣聽這些傳聞 可以在下面留言 多人想聽的話 我們可以之後跟大家說一下 說回這宗案 警方一開始覺得金樂武都這麼大個人 又這麼大隻 還接受過格鬥訓練 應該不會有人敢去招惹他 而且如果他真的去了賭場的話 很有可能只是賭到沒看時間回家 所以他們只是跟拉美瓦斯做了簡單登記 就打發他走 叫他過幾天還沒見金樂武都回來再報警 不過幾天後警方連拉美瓦斯都聯絡不到 甚至有鄰居說他已經回到印度 於是警方就沒有再處理這件事 現在因為線人提起金樂武都這個名字 警方才重新拿個檔案出來調查 結果發現除了金樂武都無端端自己提前放假之外 這件事還有三個疑點 第一入境管理局沒有金樂武都的出入境記錄 第二他沒有賭錢的習慣 雲頂賭場也沒有他賭錢的記錄 第三 金樂武都還有貸款未還清 他根本沒有多餘錢去賭 警方認為拉美瓦斯當初給鏡口供有可疑 懷疑這宗不是普通的失蹤案 決定找拉美瓦斯回來調查 但拉美瓦斯一直嘰嘰嘰 態度很不尋常 好有可疑 於是他們就去查拉美瓦斯的背景 34歲的拉美瓦斯因為要找工作 然後家人一起去新加坡 之後他就在公園做漢奸 他爸爸過了生 家裡只有媽媽、三個哥哥和三個阿嫂 因為他們的生活不太好 所以全家一直都住在烏捷路獎勞會禮拜堂的宿舍 貧窮限制了他很多東西 包括他的愛情 因為身份問題令他只能嫁給聲譽不好 而且有淤酒習慣的甘洛霧都 同時甘洛霧都看不起拉美瓦斯一家 於是他經常喝完酒後都會打老婆 因為印度女人在家的地位很低 拉美瓦斯只能吞聲忍氣 最多都是偷偷地回梁家素婦 起初家人只是覺得兩夫婦有點爭吵 過一陣子可能就沒事 但後來拉美瓦斯試過幾次被甘洛霧都打到入醫院 家人終於都覺得甘洛霧都太過分 大家都越來越不喜歡他 而幾個哥哥更加因為愛媚深切 試過找甘洛霧都理論 還試過因此而打起來 另外警方查到拉美瓦斯的哥哥的背景又可疑 大哥試過因為持槍搶劫而坐牢 二哥就是一個性格暴躁的養育檔屠夫 只有三哥比較正常 是一個普通的教堂康奸 以大哥和二哥的背景來看 他們絕對有能力殺了甘洛霧都 不過他們一直都只是對甘洛霧都動手動腳 如果真是他們做的 究竟是什麼事突然間觸發到他們去殺人呢? 警方再去盤問拉美瓦斯看看有沒有新線索 拉美瓦斯在交談期間 無意中說出原來是甘洛霧都失蹤前 他又再次打到拉美瓦斯入醫院 不過不同的是當時拉美瓦斯有了BB 還因為被老公打而流產 雖然印度的女人在家地位低 被老公家暴的事時有發生 但打到老婆流產是一件不可被接受的事 於是警方認為這個可能就是作案動機 與此同時 警方找到當年在烏捷路工作的清潔工人 他記起當年的12月 禮拜堂附近的垃圾桶出現了很多用黑色膠袋包好的咖喱飯 他見那些飯全部都好像未吃過的那樣就撿來看看 在打開個袋子的時候 他聞到一陣從來未聞過的怪味 因為信仰問題自己沒吃過豬肉 不知道豬肉是什麼味 他猜咖喱飯裡面那些可能是豬肉 於是他沒有多加懷疑就繼續工作 警方聽完之後懷疑那些不是豬肉 而是甘洛霧都的肉 他們估計有人因為不忍心拉美瓦斯長期受到家暴 就殺了甘洛霧都 不過殺人、主師、棄師這麼多事做 靠一兩個人根本不可能做到 於是他們懷疑拉美瓦斯全家都有份參與 在之後的兩個月 他們找了32個人回來調查 當中包括拉美瓦斯一家、朋友和鄰居 拉美瓦斯一家什麼都不肯說 不過有些知情人士因為怕知情不報會犯法 於是就把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訴給警方 令警方鎖定拉美瓦斯一家是嫌疑人 最後警方在3月24日凌晨 展開了持續7個小時的大規模拘捕行動 把拉美瓦斯一家總共8個人都拉回去 面對警方的盤問 拉美瓦斯全家好像一早夾定一樣 什麼都說不知道 於是警方對他們展開疲勞審訊 長時間不讓他們休息不斷審問 還預大家開始頂不住 向警方交代實情 拉美瓦斯說金樂武刀經常都喝酒 喝醉之後又會打他 他一開頭都忍住 但後來金樂武刀變本加厲還打傷哥哥 後來他打到拉美瓦斯流產 令3個哥哥生氣到決定要殺了他 案發當晚 拉美瓦斯主動拿酒給金樂武刀喝 等他喝醉之後就叫哥哥搬他去床 之後因為不想連累其他人 所以他借機洗走幾個哥哥 趁沒有人的時候 用一支鐵棍打死金樂武刀 再拿刀和斧頭斬開他一份份拿去扔 不過後來他覺得就這樣扔會很容易被人發現 於是就把屍體拌進飯裡煮成咖喱飯 在第二天沿著街上一袋袋扔下垃圾桶 就算被人看到也只會以為是冷飯菜汁 拉美瓦斯不斷強調這件事是自己做 和幾個哥哥無關 但同一時間幾個哥哥又不停說 殺金樂武刀的人是自己 不關其他人事 令警方一時間陷入僵局 不知道應該告誰好 不過就是這個時候 有鄰居跟警方說 自己在案發後第二天 好像吃過有怪味的咖喱飯 那天他去到教堂 看到有碟咖喱飯放在那裡 沒想到那麼多就拿來吃 吃吃看覺得有股怪味 就看著撈在飯裡的骨 樣子不像平時吃開的雞骨或羊骨 他覺得很奇怪 於是就沒有繼續吃 兩年後 有一次拉美瓦斯的大哥喝醉酒 跟他說自己親手殺了個畜生妹夫 還將他煮成咖喱飯 鄰居一聽到就馬上想起當日吃那碟咖喱飯 他考慮到大家都是同鄉就沒有報警 但私底下跟其他朋友說 這件事一傳十、十傳八 傳到整個小社區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一直傳到他善人的耳中 這件事才被揭發出來 警方控告拉美瓦斯和他的家人總共八個人謀殺 不過即使他們認自己殺了人都沒用 因為事隔太久 所有作案用的工具已經找不到 而且因為找不到屍體 所以警方沒辦法知道金樂無刀是否真的死了 也不可以單靠證人的口供就將他們定罪 於是在沒有實質證據的情況下 法庭唯有判他們無視省息 即是現在控方手上沒有實質證據 所以暫時釋放他們 但之後只要找到新證據的話 他們隨時可以再控告拉美瓦斯一家 雖然這件事被揭發出來 但最後都沒辦法將真空定罪 到底金樂無刀是否真的遭遇不測 這個問題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答案 唯一知道的是 金樂無刀自從案發那天開始就沒再出現過 而這個可能就是他已經遇害的最好證明 喜歡我們的記得做齊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150anb 留意著我們最新的資訊和我們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 fifty... bands還以上